那5月3号呢 敏神对于frame pack啊 进行了一版升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升级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 主要是发布了一个叫做frame pack F1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我们可以点开它看一下 那他这也提到说这个F1的这个版本呢 其实指的是采用了单向采样 叫forward 是吧 就是使用已知的这个针来预测下一针 其实之前呢 他在frame pack里边采用了一个双向采样的这样一个方式 让这个一致性的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但是呢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比方说我们在视频生成的时候 他的动感不够 或者说会停顿下来 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典型的场景啊 就是走路 那我们下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场景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呢 是K神的frame pack 它还没有升级啊 那下边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作流来生成一个人物走路的视频 那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我这儿有一个1536乘以1024的一个图片 然后把它塑放之后呢 我们进行frame pack的双向采样 那最终呢 你会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看一下 就它走到一半它就停了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frame pack的失败的场景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那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出现这个人在动啊 但是景物不跟着动啊 就是它好像在这原地踏步一样 所以说这个场景呢 对于这个frame pack来讲呢 绝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啊 那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升级之后的frame pack 也就是frame pack F1 对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改进 那我在Running Hub上呢 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frame pack F1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核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由于呢 我们之前在使用frame pack的时候 会用到一个版本 就是由Running Hub 就是海马云开发的这个扩展 那这个扩展呢 之前他们虽然在平台上做了这个frame pack F1的更新 但是在Github上呢 并没有做对应的这个更新的操作 但是呢 今天他也把它更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边的安装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关键是这个什么 就是模型的下载 那么他这儿呢 有组合的模型是由T8提供的 那同时呢 你还可以单独的下载这个模型 这模型下载之后呢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目录结构 来组织它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不细说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回到Running Hub的工作流 来看一下我们典型的这个场景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工作流非常的简单 我们简单过一遍 这儿呢 我有一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把它塑放了一下 因为它现在这个分辨率是比较大的 1536乘以1024 所以说呢 我把它变成了768乘以512 就是把它减了一个半 完了之后呢 它的比例是保持不变的 然后呢 我们来执行这个Running Hub的 Frame Pack F1的这样的一个采样 注意啊 这个帧呢 它默认是30 我这改成了24 因为我觉得30呢 没有太大的必要 另外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比较复杂的手啊 或者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的话 T开始呢 可以把它关掉 那这儿呢 我就把它打开 因为我只是在测试走路的这个场景 对吧 然后呢 那就是5秒的视频 然后这个是upscale啊 1.0 我们不错放 然后呢 我们这儿看一下提示词 说女人优雅的在都市里散步 非常简单 然后就等着就行了啊 那你看一下这个F1的效果 非常的棒 对吧 它解决了我们原来说的这个 就是前后采样的这种缺点啊 当然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 因为在之前frame pack把这个双向采样 当成它的一个特点来宣传 但是到最后发现 这可能是一个一个问题 对吧 不得不采用这种什么单向采样 它叫F1 就是forward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场景 然后呢 我测了各种各样的走路场景 包括各种各样的分辨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走路场景的这个镜头呢 我采用了一个above 就是略微的调高了一点 所以说你会发现 我们看这个人的话呢 它是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的 然后呢 别的没有变化 我们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棒的啊 这个是一个同样的效果 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效果啊 frame app 就是镜头略高一点 这个效果呢 也没有问题 而且面部保持的也非常的棒 这个是一个侧面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侧面的这种行走呢 也没有问题 很重要 我这个都是五秒的啊 你可以采用叫什么 更长的这个秒刷 只不是采样时间更长 但是你注意啊 它采用分段采样的这种方式呢 会导致越到后边啊 这个精细程度呢 越会什么 往后衰减啊 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办法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十秒以内吧 我觉得还是效果不错的 这个是一个竖屏的 把它变成了1024x1536啊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注意手呢 也没有变形 这个呢 同样是一个竖屏的 然后我们采用了from above啊 也是比较高角度的一个镜头 那我们看一下 这种行走起来 可能就更加的有气势 对吧 这个呢 是一个竖屏的侧面行走啊 大家看一下 也是非常漂亮的 注意手的细节 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个呢 我测了一个别的啊 我放了一个黑神话悟空的图片 然后我想让它动起来啊 所以说我写了一个叫 一个身穿铠甲的猴子 正在施展一套连招技能 但是我得到的效果呢 就是它在左右看 其实没有得到那个 比较好的这个动作的效果 然后就不死心 又测了一个 我把这个提示字改成了什么 就是一个身穿铠甲的猴子 正在动它手中的棍子 这个最终的效果出来了啊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它是一手拿一个棍子 所以说这个还是 就是它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是不够的啊 它并不知道 这个黑神话悟空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提示词的书写 就变得比较重要啊 或者它后边有一个大模型 可以让它比较好的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说如果我们仅仅是 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它就非常生硬的给你什么 动起来就完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讲啊 这个一致性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是吧 这是我们测试的一些效果啊 所以大家看一下 frame pack f1呢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那么我们觉得呢 就是它保留了frame pack 可以生成长视频的这种效果 从前到后采样的方式呢 让这个生成的这个视频呢 更加能遵循我们的提示词 好 还等着吗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